看姐说长哥,大家好,我是恩哥,这里是安小颜说电影 今天哥给大家讲一部,小伙儿变成隐形人后开始为所欲为的电影《透明人》 非要说,让我们开始说电影吧 一天夜晚,男主马克坐在电脑桌前,研究着类似分子结构一样的东西 满怀期待的他按下最后按键,他以为实验成功了,但事与愿违失败了 他来到窗前,忽然看到一个对面的辣妹在换衣服,看着正起劲,结果辣妹拉上了窗帘 而这一行为让马克来了灵感,他赶紧回到电脑桌前继续进行分子重组 改变了某个分子结构,结果终于成功了 他兴奋的给前女友短发妹打电话告知成果 可结果发现短发妹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 而跟短发妹在一起的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马克的好友兼同事短发哥,这个翘墙脚翘到家门口了 第二天,马克兴奋的来到研究所 今天他要测试一下昨晚他的研究成果 准备给一只野形大猩猩注射 马克用的就是前一晚上研究成功的试剂 星星恢复了原状,这一成果很快获得了政府的关注 不久后,马克来到国会给各位议员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马克介绍道,隐形很容易,但还原却很难 一个议员问他,现在实验进展如何 马克出乎意料地说,还在实验阶段,问题尚未解决 出来后,同伴问,大星星实验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为什么还说没有解决还原呢 马克回答说,一旦告诉他们实验成功 那么委员会就立马接受这个项目,抛弃他们 而接下来,马克还要面临着一项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进行第三阶段实验,也就是人体实验 这个项目作为马克一手操刀的成功项目 再加上大星星已经实验成功,危险系数极小 第二天各方面就绪,马克亲自躺在床上准备实验 经过注射隐形药剂,马克成功变成了隐形人 但因为过度刺激,他昏迷在了床上 过了许久,马克终于醒来,大家都很欣喜 同事们还与变成隐形人的马克进行互动 计划三天后还原马克,可麻烦随之而来 大家走后留下一名兽医值班 兽医躺在椅子上慢慢睡着了 这时隐形后的马克开始对兽医使坏 兽医突然醒来,发现自己衣衫不整 随后还把这件事告诉了短发妹和短发哥 短发妹很相信马克不会做这么下流的事 到了晚上,黑人女下班后,来上厕所 发现刚坐到马桶上,似乎就有响动 总感觉有人在盯着他看 随后在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开始聊起这件事 因为马克现在变成了隐形人 在别人看不见的情况下,他可以为所欲为 姑娘们总感觉不安全 因为马克总觉得自己是上帝 如果隐形的话,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 大家走后,椅子动了一下 其实马克一直都在偷听 转眼三天时间过去了 马克如约进行复原实验 可结果却失败了 为了不引起马克的恐慌和急躁的情绪 短发妹为马克做了一张人皮面具 很快十天过去了 马克还是没有复原成功 因为一次次实验失败,让他十分烦躁 甚至对同事们发起了火 一天晚上,马克实在忍受不了了 要出去转转 值班的大胡子没有拦住马克 便将此事告诉了短发妹 在回家后的马克再一次看到了对面的辣妹 于是就起了邪念 在隐形的保护下 取下了面具,强行与辣妹发生了关系 短发妹来到马克家中 发现了马克的面具 发觉大事不妙 大家如临大敌要去抓住马克 马克这时回到研究所 短发妹告诫马克 如果再私自出去 他就会告诉委员会 这天夜里 短发妹梦见自己被隐形的马克侵犯了 一阵后怕 一次又一次的还原失败 众人也都垂头丧气 这让马克非常恼火 又在一天夜里 马克寂寞难耐 于是想办法篡改了监控他的录像 使他一直保持自己存在的影像 马克来到短发妹家中 发现短发妹和短发哥 正在床上热情似火 他怒火中烧 打碎了短发妹家的玻璃 把正在办事的两人吓了一跳 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隐形的马克干的 短发妹连忙给研究所的人打电话 值班人员卷毛却说 马克还在 第二天一行人查看了昨天的录像 却没有发现异常 又到了一天晚上 短发妹在家研究资料 感觉不对劲 总是感觉马克在他身后盯着他看 随后他连忙跑到研究所 发现了马克篡改录像的阴谋 短发妹召集大家开会 大家决定把此事上报给委员会 短发妹和短发哥 两人来到议员家里告知此事 而隐形的马克也一路尾随而来 议员听后非常生气 决定要惩治马克 送走短发妹和短发哥两人后 议员被马克推到了游泳池内 将他残忍杀害 众人发现事态如此严重 决定出去寻找马克 而马克也变了 他决定要杀了实验室里的所有人 随后出门落单的黑人女 被马克残忍杀害 马克还在广播中扬言要对他们进行报复 大家这下都慌了 启用了之前抓捕隐形动物的系统 却被马克利用其中的热源里 躲在排气管周围而破解 追捕的大胡子也被马克偷袭受伤 兽医为了救失血过的大胡子 在回去拿医疗包的途中 也被马克杀死了 大胡子最终还是死去 剩下的三人去找兽医 其中的卷毛不小心被马克用撬棍戳死了 短发哥也被卡住不能动弹 短发妹前来帮忙 却不料被马克锁死在了冷藏室里 随后马克还放出了冷气 在越来越急切的情形下 短发妹用接线的方式逃了出去 与此同时 马克在做炸弹决定要炸毁研究所 却被赶出来的短发妹用喷火器打断了 但马克却没有被烧死 随后马克与短发妹进行了殊死搏斗 在危机之时 马克被赶来的短发哥用敲棍戳中 随后马克还被两人一把推到了电箱上 电倒在地 二人发现研究所就要快爆炸了 急忙爬着电梯逃离 就在即将逃离时 短发妹再一次被恢复过来的马克抓住 短发妹利用马克之前对他的爱意 与他亲吻时 踩下电梯让马克坠入火海 二人最终得救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透明人》上映于2000年 影片中的视觉效果现在看来都很精彩 也因此获得了73届奥斯卡最佳效果奖的提名 是一部很经典的科幻电影 安哥问下各位小伙伴 如果有一天你也变透明了 你最想做什么事呢 喜欢安哥的解说 别忘了关注哦 看解说找安哥 我是安哥 欢迎大家订阅的频道 每天都有精彩视频 也剪输更新 今天就说到这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